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终点 作者乔布斯 在17岁那年 我读过一句格言 大概内容是 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天 你将在这一天发现 原来一切结在掌握之中 这句话从读到之日起 就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过去33年里 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 我还愿意做今天原本应该做的事情吗 当一连好多天答案都是否定的时候 我就知道 做出改变的时刻到了 大约一年前 我被诊断出癌症 在早晨7点30分 我做了一个检查 扫描结果清楚地显示 我的胰脏出现了一个肿瘤 医生告诉我 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顶多还能活三至六个月 医生建议我回家 把诸室安排妥当 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用语 这意味着 我得把今后十年 要对子女说的话 用几个月的时间说完 这意味着 你得把一切都安排妥当 尽可能减少你的家人在你身后的负担 这还意味着 向众人告别的时间到了 我整天和那个诊断书一起生活 直到有一天早上 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切片检查 结果大夫们从显微镜下观察了细胞组织之后 惊讶地集体尖叫了起来 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 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胰脏癌 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我能够更肯定地告诉你们 没人想死 即使想去天堂的人 也是希望能够活着进去 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终点站 没人能够成为例外 生命就是如此 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造物 它是生命更迭的媒介 送走茂蝶老者给新生代让路 现在你们还是新生代 但不久的将来 你们也将逐渐老去 被送出人生的舞台 很抱歉 我说的这么富有戏剧性 但生命就是如此 你们的时间有限 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 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 否则你就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 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 淹没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为重要的是 要有遵从自己内心和直觉的勇气 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其他事物都是次要的 我年轻的时候 曾在一本杂志的封底 看过一张清晨乡间公路的照片 照片的下面有一排字 物有所不足 智有所不明 我总是以此自行 现在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们 希望我们随时都能想起这句话